通話是利用Excel裡面的自動化 Excel裡面的函數裡面的自動化 那當然將來 我是要做得更專業一點 還是需要感覺起來 用久了還是會覺得說 用那個表單來做 插入自訂表單會更漂亮一些 不過自訂表單對各位來說 還是有點比較困難一些些 因為裡面要處理東西更多 所以初步 如果你要自動化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也基本上也還OK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按下訂購 它可以幫我把資料存過去 不過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提過了 儲存資料 當然第一個裡面一定是沒有筆數的 沒有資料 那特別注意我剛剛提過就是說 在Excel早期 比較不建議用什麼 用來當資料庫來使用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用Ctrl向下 各位可以看到 Ctrl向下這邊有個筆數 6536 6萬多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的格式是相容模式 因為我這個檔案是用2003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怎麼樣 把它另存新檔 而且特別注意 把它存成什麼呢 把它存成 記得不要存錯 因為你存錯的話 聚集的業務 這個 千萬不要選錯 因為之前有同學選錯了之後 裡面程式就不見了 OK 前面好像有講過 所以特別注意要啟用 啟用之後 你把它儲存之後 儲存之後 有一個舊的 我把它取代掉 OK 然後那 取代 特別注意 現在還不會 筆數還不會增加 你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呢 我們把它重新再打開一下 我那個檔案把它重新打開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檔案 在哪裡 我在這裡 OK 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要啟用內容 然後你會發現 現在的筆數 OK 我們來看一下 Ctrl向下 就變成說 1048576 100多萬筆 基本上你100多萬筆拿來存資料 應該綽綽有餘了 當然如果你的筆數 會超過100多萬筆 當然不建議你這樣做 另外第二個是說 早期內裡是有 當然因為很吃記憶體 RAM很快吃光光 可是現在因為 大家的RAM都夠大了 而且像我們這邊的RAM 我看一下 我之前好像看到 我們這邊電腦的RAM 好像多 多得有點誇張 我們這邊的RAM插到 我不知道是我這一台 還是你們全部都是這麼多 我這一台電腦的RAM RAM是16G 16G 早期大概很早以前 1G就已經了不起了 現在RAM16G 說真的 你 說Excel以前可能會因為 把記憶體吃光 然後會當掉 但是現在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現在的CPU 基本上也快到不行了 反正這個等級的CPU 好像已經八顆核心的吧 我看一下 這邊幾顆核心 也已經搞不清楚了 1 2 3 4 5 6 8 8核心 8個執行序 所以真的 現在的電腦跑得已經太快了 根本不用care那個效率跟RAM的問題 所以拿來跑那個資料庫都不會有問題 OK 不會以前那種什麼跑到當機的問題發生 所以資料放進去我發現還蠻快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SS好像用的人越來越少 因為SS基本上以前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比如說大量資料 或者是說可能會跑到當掉的這個問題 現在好像沒這個問題 所以基本上使用SS的人越來越少 所以很多公司就不授權了 為什麼你額外還要授權一個SS要花很多錢 那你剛才用Excel來取代就OK了 所以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如果按一下訂購 我要怎麼樣把我上面的資料取代掉 特別是要我這邊的程式 暫時單號請你用1 因為後面還要講 因為如果你要改成什麼 像我們這原來翻譯行是什麼 S001的樣子 要有一些格式 你還要再修改一下程式 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 請你先輸入1 表示說你第一筆 好再來的話 客戶請你把它選一下 然後這邊也把它選幾筆 比如說你要客戶要訂這個 然後數量要訂這個 然後訂完之後的話呢 有一個上面的資料 我要把它放到消貨名氣來 那各位要思考一下 基本的流程是怎樣 邏輯 所以你要思考 我那個已經寫好的原始 我大概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 到底現在 現在怎麼樣呢 到底第幾筆 如果我說它現在怎麼樣 完全沒資料的話 那我就從第一筆開始 所以就是要位置一定要先取得 那取得之後 第一件事情我就知道 我要寫在這一列了 OK 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怎樣了 我要取得 消貨單裡面有總共有八個資料 我要知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個資料 可是問題是怎麼樣 那我要怎麼樣把八個資料貼過去 這邊順便講一下說 因為如果之前我們用舊的方式 會需要宣告八個變數 八個變數要來放八個資料 那其實八個變數放八個資料 很麻煩 你abcd 哇 你好麻煩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今天順便交過一個就是所謂的正列 那正列非常好用 尤其跟資料庫算是很好的partner 怎麼說呢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宣告八個變數來放很麻煩 所以我可以宣告一個a 這個變數 然後呢 正列的觀念有點像什麼 它可以像一個房子 我可以隔間 比如說我今天可以把它怎樣 本來一個變數可以容納這麼多資料 我可以把它切切切 切成什麼八等份 然後呢 讓八個資料怎樣 先一個一個放進來 一個一個放進來 暫時放在這裡 等到我切過來之後的話 我再一個一個放過去 放過去之後的話呢 我再切回來的時候呢 再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並且把單號加1 這就是我流程 所以如果用正列來處理的話 非常的簡單 那可是呢 正列要怎麼使用 特別是正列的編號是從0開始 所以如果你要宣告正列的話 你只要宣告A 後面給它7就可以 瓜胡7的意思是說 請你幫我分割成8等份 因為它從0開始 這個7的話是它總共可以宣告 A0到A7的正列空間 OK那你就會放8個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點 不然你要宣告8個變數 哇哇那這太攏長了 那再來的話 分別把需要的資料放過去 然後再分別寫到那邊去 欸 再把這邊資料清空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編號怎樣 再加1 欸 那程式就寫完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先把註解先想一下 註解有沒有 註解可以打上去 當然註解上面的文字 因為寫給你自己看了 所以 這個部分沒有硬性規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比較冗長一些些 所以我就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我之前寫的 那其實都不是很困難 應該各位都可以看得懂 你慢慢的 第一個 我們就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叫訂購好了 OK 然後第二個是我要宣告正列 那特別注意 宣告正列的方法 第一個 就是前面這個訂 訂就宣告的意思 訂A7 A7的話我剛剛講過 0到7 所以他可以放8個資料 不要問說老師為什麼是7 因為他從0開始 OK 好 接下來的話 我第一個步驟就是說 我要先處理銷貨單 那銷貨單裡面的話 我要先知道在第幾筆資料 所以我要怎麼判斷說 他在第幾筆資料 那會有個問題說 如果你今天 完全沒有資料的話 如果完全沒有資料的話 那我要怎麼判斷 最簡單的方法 我之前有別的方法 所以舊的程式碼 不是這樣寫 我修改一下 舊的資料是我去判斷說 最後一筆在哪裡 但是會有問題 2003跟2007 結果不一樣 有沒有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是2007的話 你按Ctrl向下 你會得到是1048576 可是如果你2003是6536 哇那麻煩了 你要判斷說 你到底是用的是2003 他20那麻煩 乾脆後來我就把程式碼改 這個最簡單 判斷什麼 如果A2 有沒有 如果是空白 表示什麼 裡面沒有任何資料 那如果A2裡面沒有任何資料 表示 完全是沒有 從來沒有用過 那從來沒有用過的話 表示呢 就是從第一筆開始 所以我就J等於1好了 表示說 現在是從第一筆開始 反之的話 因為如果你已經有資料的話 那我就從A1往下偵測 看到底在第幾列 所以這邊有個J的變數 J的變數 OK 好 那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正列一定要宣告 那這個底下的變數 不用宣告沒關係 OK 那第一個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區塊的程式碼 應該看得懂 我第一個動作特別注意 我上面還多寫個動作 就是我要先什麼 把油 因為我要偵測之前 我必須從這個頁面 切到這個頁面 那切到這個頁面的動作怎麼寫呢 基本上就是 Shits有沒有 特別要注意一下 後面一定要加S 跟Sales一樣 因為同學很常常打錯 名稱就是少加S Shits 然後呢 哪一個消貨名系 點Sales 這個時候才可以去做後面的判斷 OK 第一步我就知道在第幾筆 第二步的話我再切回去 切回去做什麼呢 把這八筆資料存在正列裡面 那八筆資料怎麼存在正列裡面 特別注意 切過來應該會吧 切過來 那分別怎麼樣呢 把A0 A0可以放個資料 放哪一個資料呢 放訂單 所以B2 然後呢 A1 有沒有 裡面可以放什麼 D2 D2基本上是放什麼 D2基本上是放那個 D2是放訂單的日期 對不對 然後一種類推嘛 總共有八個資料 所以分別把 你對應到的那個 客戶是B3 對不對 一種類推 那總共會有八個資料 你就把它對應到 就OK了 不過特別注意 其實本來的程式應該是 這邊沒有分號的 本來應該這樣寫 就是寫在下面 就是這樣子寫 但是你會發現 這樣寫的話有個缺點 太長了 那我之前拍照的時候麻煩 乾脆怎麼樣 中間加一個分號 那中間加一個分號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往右邊發展 就變成這樣 可以全部加分號之後 你會發現它就可以往右邊了 甚至你可以一直串 反正中間加一個分號 這個後面的程式就可以往右邊跑 OK 那這樣的話 就等於是把 我們需要儲存的資料 八個有沒有 先放在正列裡面 OK 那放在正列裡面之後的話呢 我要再怎麼樣呢 把資料 再切過來 放在它應該放的位置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 再切到消耗明細對不對 然後分別一個蘿蔔一個坑 把它放過去 那特別注意一個蘿蔔一個坑要怎麼放呢 基本上就是我要先知道J J是在第幾列 這邊J是列 然後呢 必須要加1 因為J如果等於1的話 那表示說第一筆 可是我不可能從第一列開始寫 因為第一列有那個蘭位名稱 所以我就把它講加1 就是下一列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要把資料寫過去 那資料怎麼寫過去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現在後面一定是蘭對不對 A蘭 一直到H蘭 那A蘭到H蘭的話呢 我可以在這裡怎麼樣呢 放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呢 剛好就是0到7 0到7 那為什麼要用0到7 因為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這個 正列 因為正列剛好 上面的資料剛好是0到7 所以呢 你這個地方的話呢 0到7 然後第一個資料 就放什麼 放在A蘭 A蘭的話呢 後面這個 你除了可以用 A蘭來表示之外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數字表示 那如果我說我現在 I等於0的話 那我不可能放在D蘭 沒有D蘭蘭 所以什麼 後面把它加1 加1之後的話 放A蘭的資料 那再來的話呢 放第二個資料 一直在推 這樣的話資料就分別 一個一個個寫到H蘭了 那最後的話就切回去到消貨單 把資料清空 那範圍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幾個範圍 這幾個範圍 B3到B7嘛 B16 然後F7到F16 那總共有三個範圍 另外有單號部分不用改 因為單號我們最後要怎麼樣 把這個單號B2怎麼樣 把A0的東西 A0的資料加1回去就可以了 OK大概是這樣 最後把它這個把它清空 Clean Contents前面有用過嘛 最後再加1 所以基本上我們把流程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個比較抽象 我游標先在這裡先設一個中斷點 先把這個地方先讓它停在這裡一下 那中斷點的用途我前面講過 我們比如說這個地方就先做好了 按個訂購 那中斷點它就是會讓程式先停在這裡 OK然後慢慢跑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一個我們先切到消耗明細 所以按一個F8 F8 切過去了有沒有切過來對不對 然後再偵測一下 A2裡面是不是 4 那所以J現在等於1對不對 然後再來的話分別再切回去 把資料存起來存在正列裡面 好 那我怎麼知道正列裡面有資料 其實你們可以選取A有沒有 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新增監看室 那新增監看室有什麼好處 按確定你會發現監看室就出來了 如果你想知道現在正列裡面放什麼資料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監看室裡面都有 所以選A按右鍵 新增監看室 你就可以看到正列裡面的資料了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往下跑 再來已經把資料 暫時放在正列裡面對不對 然後再切過去 我要怎麼樣呢 放到銷貨明細上面 那我這邊主要是跑一個回圈 當然如果你不跑回圈的話 你變成你要寫八行 寫八行可不可以 你想說八行怎麼寫 其實基本上就是我上面註解的 你可以第一行是寫Sales追加1 然後這個是1等於A0 那第二筆資料怎麼了 第二筆資料就是 這個是這個是第二欄 放在第二欄 前面是放在哪一個儲存格對不對 然後後面放什麼 後面放正列的什麼 了解意思吧 這個是1 這是2 那以此類推 後面的話呢 就是最後的話 一直到這個應該到第八欄 然後放A7的資料 中間的話呢 就點點點 基本上就是應該了解意思了 那這邊我把它註解一下 這個等於是讓各位比較看得懂 看得懂 把它註解掉 類似像這樣 其實上面的寫法就是下面 那下面主要是更精簡 那把回圈跑一下 第一個放1 然後訂單日期到貨日期 客戶聯絡電話等等的地址 那分別把資料寫到我們需要放的位置上面去之後的話 再來切回去把資料清空 並且把單號加1 就結束了 OK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怎樣 再繼續下一個訂單 一樣 客戶姓名 然後再一筆資料 再一筆 然後數量 所以這個是標準的SOP 按訂購 這個我就把這個取消掉了直接跑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下一筆就出來了 單號就出來了 那一筆類推 就是 反正就是先客戶 拿一個客戶打電話來 他訂什麼東西 訂的數量多少 訂完之後的話 按訂購 然後就下一個了 OK 那就一個cycle了 所以只要你這個流程沒跑錯的話 那他的資料就會一直累積下來 而且單號也不會錯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特別注意 請各位特別注意 單號的部分一定要先打個1 我先打個1 不然的話單號會有錯誤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完成了畫面 程式碼我也把它放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之前有同學會問到說 老師那單號我們通常不會用1234來表示 我們可能會用一個什麼代號 比如說S001 那如果我這個格式 我希望將來這個單號 可以按照我要的格式去顯示的話 這個部分也沒有辦法 可以辦得到 當然可以 這個地方等一下再來看 可以再到達end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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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en